Hello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今天是一个极其快乐的视频 大家都知道前段时间我满30岁了 那今天呢就是一个30岁生日礼物开箱 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我这个生日收到的一些生日礼物们 全都摆在这里了 还有三个还在路上 那我开始啦 首先呢就从我爸妈妈送我的生日礼物开始 其实是我自己选好的 然后他们把钱给了我们之后买的 是来自于卡迪亚的一个手镯 我当然想了很久就30岁最大的这一份生日礼物要什么 然后呢差不多价位的其实我也考虑过 像大家都知道我非常喜欢那个Ultra for Gola的那个镜子 然后镜子的话其实我还是非常想要的 但是我当时给自己立下的flag是32岁要买到嘛 然后现在还有两年的时间 然后我跟小郭现在也没有自己的那个房子 所以我就买镜子有点不太方便 然后呢所以就想买一个小一点的东西 我就选择了卡迪亚的这支Ruston Clue 就是它那个钉子的手桌 稍微宽一点的那个版本 小吴当时只要我买这支第一瓶 它就是苏 我说你完全不懂 你知道为什么买它吗 并不是因为它爆款 或者大家都觉得都有都好看或者什么样 完全是因为它的名字 法文名叫Ruston Clue Clue在法文里既有钉子的意思 也有就是一场剧 或者一个电影的最精彩的部分 就是最高潮的部分的这么一个意思 然后它的名字叫Ruston Clue 直一过来就是仅仅只是一个钉子 它只是为了表现它这个设计非常简洁 就很有设计感 很流畅的一个设计 但同时呢 因为这个文字游戏也可以翻译成 30岁 人生最精彩的部分刚要开始 这寓意简直的美景 所以我就是当时想了 纠结了很久 最后在差不多价位里选定了这款Ruston Clue 作为我的30岁生日礼物 来自于爸妈 但是这个礼物买的真的非常非常的曲折 我真的气死了 我是上周末买的 上周末是7月18号 对吧 7月18号 然后其实我的生日是7月11号嘛 为什么会晚一周去呢 大家要耐心看 看到最后一个礼物的时候 你们就知道为什么我会晚了一周才去 但正是因为我晚了这一周 卡迪亚居然在7月16号全球调价 然后这个镯子就11号18号晚了一个礼拜 结果过了2000块钱 然后这是我的第一个Ruston Clue 寓意很好啊 30岁精彩刚要开始 人生最精彩的梦刚要开始 然后第二个礼物呢 是我自己送我自己的生日礼物 有两样 都来自于同文艺品牌 大家都知道我最喜欢的 Mazomagella现在叫 然后呢 第一个是她的这个Tabi的靴子 其实我作为一个马吉拉的忠实粉丝 但是我其实一直不太能get到她这双Tabi Shoes 然后现在30岁呢 我就觉得是一个有里程的意义的生日 然后我又这么喜欢马吉拉 那又是时候了 我入一下这个她最经典的设计 我这么喜欢她 怎么能不用她最经典的设计呢 然后这个颜色也是我靴子里比较没有的 因为我另一双马吉拉的靴子就是黑色 所以我就没有再买黑色 然后买的是用比较软皮的 然后穿着会比较舒服 然后拿回来之后 我发现上脚之后 感觉没有我想象那么晚 所以我觉得这个秋冬可以好好搭配一下 让我慢慢的习惯 我最喜欢的设计师的最iconic的设计 然后第二件产品呢 也是来自于马吉拉的 我一定要买一个我最喜欢的品牌 我最喜欢的设计师的当季的衣服 所以我就下这条裙子 然后它是非常马吉拉风格的 我给你们看真的超好看 马吉拉其实它是非常爱用这种薄纱 这种纱感的东西 然后它会以一种那种未完成的剪裁 感觉像是很随意的搭起来的 一个那种模特身上随意裹的一个布料 但是却非常地有设计感 大家看一下这太美了 我刚已经上身试过了 太美了 然后这种的衣服就是收藏用的很好看 没没没 然后呢疫情下 我觉得他们生意可能也不是很好 所以就是也支持一下 然后下一个礼物 来用朋友们的礼物 先从这个开始吧 还有这个是同一个朋友送的 谢谢大家拆这个吧 这个我笑死了 因为大家都知道我喜欢米卡 他就送了我这个就是米卡同款迷火桃 但是其实我自己已经买过了 我应该在这里 不应该在这里 然后同时呢 他还送了我一个这个 Tom Dickson的 Tank Water Set Copper的 最懂我的人 莫过于我的最好的朋友 知道我首先喜欢玫瑰金 你们看我选这个 Yuston Cool也选的水龟金 十次知道我选Tom Dickson的 加急用心 这是一个放水的 诶 可以做花瓶 然后呢 以及两个杯子 转成这样 哦好美哦 而且这好像可以跟这个 感觉是一对的样子 哦好开心 他正好有一双 送我一辈子呢 我就跟他认识了一辈子的时间了 我多长认识他多长 所以我跟你们说 现在家居是下一个时尚 就现在越来越多人送家居的东西 因为像我们这种年纪 都好多人都成家了 然后买房 开始在装修家里 然后现在很多人就把预算 除了花在衣服鞋子上 也会花在一些家居用品上 我的朋友们也是非常懂我 可能知道我衣服鞋子已经太多了 买这个已经有什么意义了 所以呢 就给我买了很多家居方面的东西 这个呢也是来自我一个在日本的朋友 是 锅碗瓦瓦粉 这两套一个名字是叫做 硕果累累还是硕果 然后另一套的名字叫做星期天 然后呢 这个意义就是说 首先他知道我们周六都要录视频很辛苦 所以希望我们每一个周日都可以好好的享受 然后呢 硕果累累就是希望我们的不管是自媒体这个事业 还是我本身的政治工作的事业都能够受过累累 就希望我们的工作 我们的生活都可以受过累累 你看这一套好 下一个来说说 哦 说他吧 这个是我的团队里 就我们工作 一起工作 我团队里两个女生送我的 我已经知道是什么了 其实 很多 所有小吴改到混台的东西全都来了 还好没有人送花瓶好吗 但我还有两个朋友说 给我买的礼物还在路上没有到 我估计那两个里肯定有一个花瓶 有可能两个都是花瓶 OK 大家知道我最喜欢的设计师是Martha Margiela 我第二喜欢的设计师是John Galliano 海盗爷 我们这里只谈设计 就是谈creativity 不谈原品 然后呢 这个就是 大家知道我已经有了所有关于 Madame Margiela这种 这种画册 我已经全部买齐了 那我这个非常懂我的朋友们 就给我买了 John Galliano的两本画册 一个是John Galliano在Dior时期 我个人认为是Dior有史以来最美的时期 除了Christian Dior那个时间 Dior最鼎盛的时期的所有的 那个设计的集锦 以及John Galliano自己 的品牌 一些unseen的集锦 激动了 开心开心 Oh my god 谢谢大家让我希望我每天都被各种的灵感包围 我一定会做到的 下一个礼物是我生日当天 闪送给我的 然后到了之后呢是这样子的 首先是Bobby Brown的带自装着 然后拿出来之后是个痛筋贴 我在想这到底是什么东西 然后后来我打开才发现 里面果不其然有一片痛筋贴 同时还有一张 米卡的亲笔签名照 上面画了一个小桃心 然后我就知道 就是我那个腾讯 在腾讯工作的朋友 有人帮我去找他亲笔签的 上面还有这个小桃心 然后特别巧你知道吗 有另一个我的工作上的朋友 就是YSL 米卡不是签了YSL 什么品牌挚友还是什么吧 去帮他们做推广 他还给我另一张米卡的签名照 还没有给我 下周会给我 但是反正还给我发了照片了 所以我有两个朋友 不约而同都送了我亲笔签名照 下一个礼物是这个 这是我的大学最好的同学 送我的最好朋友 他在非洲待了 发生从我们毕业13年到现在 一直在非洲 然后呢 他正好6月底的时候回国 他就提前约我出去送了我一个这个 然后我这朋友真的是 祖马龙的超级粉丝 从他知道祖马龙这个牌子以来 可能五六年了 每年的生日都是送我祖马龙 这又是一个放来家里的 嗯 一个家里的香氛 下一个是 嗯 这份吧 是香水 两个香水来自于范思哲 就是Versace的香水 然后也是我之前的一个前同事 然后他现在正好去范思哲工作了 他送给我的 一个是他自己比较喜欢这个半岛记忆 然后另一个是他们好像要马上要上的 还没有上的一个就是高端系列 然后Atelier Versace 我刚拆开看一下 我觉得瓶子真的超级贵 特别像Versace 我给你们展示看一下 它叫Fig Blanche 直一过来就是白无花果 就能够感受到那个Blanche的部分 但真的是非常非常清新的味道 就是很有反差感 还有外表看起来非常的就是富贵 最后一个礼物 最后一个礼物也是一个蜡烛 巴黎的一个蜡烛家居品牌 跟Andy Warhol合作的蜡烛 大家看一下 Andy Warhol风格 味道也是比较有花香的 因为外面都是花嘛 就是这些 然后还有三个礼物在路上 一个是米卡 另一张签名照 还有两个我还不知道是什么 对对对对 大家是不是很奇怪 我东西都拆完了 小吴送的礼物呢 小吴的礼物跟大家说一下 就是本来 本来这个玉石当库 是说让小吴和我爸妈一块送我的 然后呢 我爸妈看到了 就知道了这个的价钱之后 直接把那个打到了我们的卡上 我就说那小吴你怎么contribute呢 我说你要不就别送了 省下钱我们生活用 然后呢小吴说不行 他说如果他不送我30岁的礼物的话 我一定会拿这件事情勒索他一辈子 他说他一定要送我一样东西 就问我想要什么 然后呢 我本来说可以送个椅子之类的 就孟非斯 我有很喜欢的一个椅子 然后小吴你们知道 他是非常讨厌在家里多一样东西 所以他秉持着不能让家里多一样东西的原则 加上又必须要送我一份30岁生日礼物 这两件事情 这两个原则在他心里 他就萌生了一个想法 所以他30岁就送了我一段experience 来一二三打板 进入小吴的礼物 Hello 第二期73 questions 小吴这次送我的生日礼物就是三天两夜的高级酒店之旅 这次呢 他选择坐落在绍兴的兰亭安路酒店 整个酒店景色非常的优美 里面有数十栋重新修复的那种百年灰派老宅 古运悠然 花草树木郁郁葱葱 有一种安静地式的隐居氛围感 里面还有个特别好看的泳池 超级适合拍照 所以我们抱着要为大家产出优质内容的决心来到这里度假 但是呢 三天两夜的行程中 我们只拍了一个小时不到的视频加照片 这是为什么呢 首先 小吴从出发前一晚开始拉肚子 到了酒店后出去拍照 刚拍一会儿叫回去上厕所 朋友们 刚才我们在草坪上拍到一半 这两天小吴有点窜息拉肚子 你不是说这个 等他上完厕所再出门 拍着拍着感觉要下暴雨了 第二天了 第二天呢 这个人现在崩了 寿星崩塌了 他们知道要过生日还特地布置了一下 结果听错了 这是寿星所不能忍受的一个错误 寿星病倒了 为了装不蹭到被单上 不能歇 哎呦 还早下呢 意识模糊了还在说拍照 29岁最后一天 在发质超红红火火中度过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跟大家分享了我的生日礼物 分享了我的快乐 那我们下期再见了 拜拜 拜拜 差不多了我要洗上了 你洗吧 快哦 差不多了哦 你睡了 你洗吧 被 vaan炖太多了 你烦了 还 Cold 什么意思 您洗脉后有点太多了 你烦了 你想used 哇